中国确实是水灾大国 从远古的大鱼治水 后来的都江燕水利工程 到如今的三峡大坝 中国人都在穷尽智慧 试图降服这种自然灾害 在我的印象中 几乎没有一年是没有发生洪涝的 而近期各种关于中国南方水灾的新闻报道 相信大家已经看过不少了 水灾数据也正在不断的创造历史记录 真的让人很揪心 现在正值暑假 山间细水河谷漂流 都是夏季很受欢迎的户外活动 而每年夏季遭遇山洪事后的人 也绝不在少数 一方面是缺乏相关识别危险的知识 另一方面是缺少利己行动的意志 在自然面前 人没有还手之力 提高危险意识 遇到突发情况要不惜一切手段 使自己脱险 河仙滩 山间山谷 都是容易遭遇洪水的高危地带 这种山洪一般都是尚有遭受暴雨后 大量降水通过地表汇聚进入溪流峡谷 然后形成洪峰 洪峰在峡谷里前进 一定会在主洪峰的前方形成小的洪流 滚滚溪水突然冲出来 继续大量的浪花 溪水加大着大量的泥沙 瞬间拔河到淹没 暴涨前 溪水清澈 石头清晰可见 暴涨后 泥水浑浊 土石淹没消失 这一现象就是救命的稻草 抓住了就能火 抓不住就死定了 要知道不需要很深的水 哪怕只需要到膝盖 只要流速够快 人是很难站起在水里的 想逃命 一定要把握着黄金三十秒 国外影片就拍下了惊险瞬间 游客被困溪水中 手拉手势头站稳脚跟 但下一秒 溪水瞬间变得团结 斯格兰根本站不住 悲剧就此发生 但溪水暴涨前早有征兆 乌云密布 山头穿来轰隆声 溪水突然浑转 这就是山洪的三大警讯 一定要不能轻视 这个视频里 斯格兰吃乙和互相拉扯 最终让自己陷入绝境 但真正从这里学到的是 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 要学会敬畏自然 随时有一颗对自然高度警惕的心 识别危险的渺徒 并根据变化 国断反应 迅速吃到安全地带 但是如果你们一群人 不幸刚好遇到山洪爆发 没有及时撤离怎么办呢 所有人一定要顺着水流方向 排在一条线斜端着 这是什么原理呢 日本就有一个节目 做过这种实验 红水来袭依然冲不斗这四个人 这是因为水从上面冲下来的话 只接触到前面这一个人 接触面积就会变少 这一群人受到洪水冲击的力度 就会变小 如果是一群人 手间手一字排开 接触面积变成一整片 所受的洪水冲击力也变大 但此时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 根据物理原理 你就稍微蹲低一点点 马不扎稳 让众先降低 这样就不容易被红水冲走 好了 谢谢您的看法视频 希望能关注一下 拜拜了